mic 字枝花 字枝花有很多品种 要说哪一个品种好 应该各有前求 选择符合自己重要的azione 并把它养好 制作成圈颈 这才是attle好字枝花的关键 这些都是经过放羊调整后 再放羊几年的自制化 在苗期调根才能形成像这种八番错根 笨子再看哪里下底有哪里 根长得蛮好的 骨干还是取了的 根是原来笨子调整出来的 调整好根才能够下底 它的鞠根就不会挪住了 集中了根系就集中了 你需要笨子里面到山里再能下底 然后再根系根本也好根系好 自制化化原期间不要修剪 自处根深 根处指掌这个规律在植物圣端中普遍存在 养棚井庄材要耐心放羊 征询植物圣端规律 只干征出至少计约一半的时间 像这颗粗度达到再做取舍 修剪出来就会有一个基本的造型轮廓 今天章不讲解这个自制化的修剪取舍过程 这颗自制化已经感染了腺虫 先做一个应急处理 自制化在伸展过程中 比较容易遭受病毒害的侵扰 像常见的斑枯病 在叶片上形成病斑 而且传播的速度很快 腐烂病造成左肝下端肥大开垫 逐渐萎缩腐烂 像挑甲层和天鹅幼虫高发起 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将整棵树的叶片啃光 对这些病虫害容易发现 对症下药都比较好治 比较难治的 是不容易发现的病虫害 主要存在于盆土和地洋的土种 献虫就是其中之一 献虫的危害在很多盆景中央中呈钻 自制化有一定的代表性 虫害出现时叶小而黄化 盆景生长变慢 甚至伪念死亡 献虫的主要危害在想是树根 在秋木或早春结合上盆 对树根部分进行清洗杀虫 将被感染的土全部去掉 不再利用 献虫可肉眼观察到 也可以通过盆景生长过程 做一个大指的判别 杀虫从树根开始 先在清水中将泥土清洗干净 仿佛进行不留长雨 清洗的过程可将大部分虫去掉 献虫在水中缺氧无法生存 对一些不断放盆的盆景 有明显的现存危害迹象 可以用仿佛灌根的办法清除虫害 一滴高木酸甲 充分融化后 兑10公斤主要的水 把它搅匀 将自制化放入药水中浸泡 放入酸甲 是一种强氧发剂 主要的作用是消毒杀菌 对虫害 主要是支持虫卵脱氧死亡 浸泡一分钟左右 放入清水中将药水起干净 做的完成 就可以用配置好的喷土重新种上 这个自制化的根杆已经养到位 把它做一盆多干造型怎么样 再斟酌一下 怎样修根和对质干的趋势 在下期视频中 我们接着聊自制化的修剪造型 我是山区农场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